临近春节 三岁男童突然失踪 这家小孩过年三十走丢了 能不着急吗 那年过得好吗 火速调查 却发现嫌疑人将其拐上了火车 当时我们心里面都很有怀疑 他是不是就有一个同伙 或者有个街头人 在湖北那边等他 12小时紧急解救 拍案今晚播出 观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拍案 我是乃波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将一台上同步播出 扫屏幕枪的二维码下载客户单 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总觉得 拐卖这两个字 可能会距离我们很远 但是实际上对于妇女儿童来说 却有的时候很近很近 因为恶念常常会躲藏在 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之中 而今天的不幸的事件 发生在深圳市龙岗区的 赵大骂一家人身上 他们家年仅三岁的孩子 突然丢了 2017年的1月26号 是农历秉升年的腊月29 这趟由深圳开往武昌的Z24次的列车上 挤满了想赶在除夕夜前和家人团聚的旅客 现在有个境界情况 刚接的东西 晚上8点钟左右 Z244列车的乘警长 突然接到了一个十万火急的警情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 涉嫌拐走孩子的犯罪嫌疑人 此时正在列车上 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目标 是不是和被拐孩子在一起 也不知道一共有几个嫌疑人 陈警长徐健顿时感到事态严重 1月26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 家住深圳龙岗区的赵大娘 急匆匆地来到了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 板田派出所报警 说他年仅三岁的小孙子 萱萱在路边玩耍的时候 突然不见了 然后我们接到这个警情之后 就通过曾经这个报警来 就是这个大娘 让他详细地了解一些情况 就一边那个判定这个警情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知道像这类的情况呢 需要24小时以上才可以立案 可是呢时间不能人 案子可以说到了十分紧急的时刻了 民警一方面尽量地安抚赵大娘的情绪 另外一方面呢 把案情火速上报给了深圳市公安局 龙岗区分局刑警大队 立即展开了追踪脚查 因为这三岁的小孩子走失了 还不确定是被拐骗或者拐卖 还是成功走失 所以当时领导就带领着我们侦察员 立马就赶赴了现场 赵大娘心情稍微的平复了之后 告诉民警 他来报案之前 已经和孩子的爷爷 在附近的区域找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报案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立即对周边的商户和行人 展开了走访 可是负责走访的民警发现呢 由于临近春节 路边的很多店铺 都已经关门歇业了 因为毕竟当时已经是 大年29了嘛 离身的人也特别多 路上走的人不是特别多 这样的话会给我们 真的带来很大的困难 Z244列车呢 是深圳直达武昌的特快列车 下午6点04分从深圳始发 第二天早上的6点28分到达武昌 一共是18节车厢 而且呢全都是卧铺 恰巧又赶上春运的最高峰 车上已经是人满为患 当时接到这个警察以后呢 第一个已经是夜深人静 旅客都已熟睡 第二个困难就是十字春运 车厢人很多 草草困难一到 而这个时候呢 程警长一直在交集 等待着有关犯罪 对嫌疑人的详细信息 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内心无比焦急 身为警察的他呢 同样也是一位父亲 所以呢他更加能够切身体会到 丢失小孩的家属那种急切的心情 谁家小孩过年三十走丢了 能不着急吗 那年过得好吗 为了尽快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还原反对嫌疑人的话下 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视频之后 发现呢 2017年1月26号的下午3点10分左右 失踪男孩萱萱和另外两个男孩在路边玩耍 其中呢 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男孩 是萱萱六岁的哥哥 另外一个是邻居家里的孩子 三个孩子并没有大人看管 而三分钟之后 出现在视频中的一个三十多岁 背着灰色双肩包的女子 引起了侦察员的警觉 有一名女子 她身穿一个绿色的一个大衣 慢慢地就往这个小孩群里面去靠近 她现在看着这群小孩子 完了有一会儿 让她就往前走 跟几个小孩子在说话搭讪 在搭讪的过程呢 几个大一点的小男孩呢 就没有怎么理这个女子 就在这名女子想要继续和小朋友搭讪的时候 旁边路过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这名女子不停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还时不时地看一下了监控探头 又过了半分钟 这名女子竟然背对着监控坐了下来 和年纪最小的萱萱聊了起来 当时我们还确定不了这个就是邦居嫌人 因为呢 当时还没离开现场 我们通过现场的视频一直在看 当监控里面 这个女子一直在跟小男头在搭讪 她也没着急离开 因为周边也没有大人在 可能也是这个女子当时还有一点 戒备心里不敢 一时就把小男孩带走 三点十九分左右 一名中间男子进入了监控探头的区域 静止走向了在旁边高台上玩耍的男孩 呵斥他立刻下来 而整个过程中呢 这名中间男子完全没有发现 这名女子有什么异样 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人 笑着喊谈了几句 一分钟之后 萱萱的哥哥和另外一名男孩 转身去了旁边的路口玩耍 这个时候 这名女子起身走向了和监控探头相反的方向 而萱萱竟然也跟在她的背后 移开了现场 小男孩回头看了几眼 然后就也就跟着这女子走了 走了之后小男孩走几步又看一下 还是没见到小娃娃在 然后就一直跟着这女子走了 这女子当看到这小男孩跟上了她的步伐之后 她就越走越快 小男孩也跟着一路跑 就然后一拐弯 就进来另外一条巷子 然后就消失在那个视野里面 这名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萱萱会这样毫无防备地和她走了呢 保险起见 办案民警叫来了萱萱的爷爷奶奶 对视频中的这名陌生女子进行仔细的辨认 但是他们都说并不认识这名女子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带走他们的小孙子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名在视频中最后接触到萱萱的女子 极有可能就此犯罪行为人 看他们是否认识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是否在周边一个常驻人员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家属对这个女子也是不认识 周边居民也反映 这个对这个女子一点印象也没有 那个情况我们分析判断有可能是被拐骗 我们锁定了嫌人之后 我们就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楚嫌人的身份 以及他们的去向 这是我们的工作中心 临近大年三十 却发生了这样一起恶性的拐骗儿童的案件 这让深圳的公安民警坐立不安 但是给予警方的时间并不多 要想在春节前找到被骗儿童宣宣 更是难上加难 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带着这个三岁的男孩 究竟去了哪里呢 恰逢春运 警方如何从十几万人口中捉拿真凶 这个女子在当下的六点台中 就坐上了从深圳开往湖北武昌站的 一个直达列车 茫茫人海 究竟怎样才能揪出犯罪真凶 十二小时紧急解救 拍案正在播出 萱萱已经被拐走了两个多小时 但是办案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趋向的查找 依然是一无所获 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 警方只能采用最笨拙的方式 他们根据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衣着特征 把调取监控视频的范围逐渐的扩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警方有了新的发现 走到后面路口出来 我们那河西街出来的时候 路口就是一个五河公交车站 然后就把这个儿童抱走 坐公交车带走来 如果不是在本地长期生活的人 不会对道路如此的熟悉 深知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的侦察员 尽管心机如焚 但是依然耐心细致地 一分一分地向前查看了监控资料 再向前倒查了将近24小时之后 终于在2017年的1月25号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 再次在监控视频中 发现了那名女子的身体 开始我们认为这个女子 应该就不是这边的常住居民 但是可能对这边环境比较熟悉 她以后很有可能就住在旅店里面 我们就通过对周边的一些宾馆 旅馆 还有些小酒店 进行一个摸牌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现在耽误的时间越多 将来解救孩子可能出现的变数也越大 专案组调派了全局上下300多名警力 对案发现场周边五公里内的酒店旅馆 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时隔不久 一条线索反馈了上来 一个和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高度吻合的女子 在一天之前 在龙华街道母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 这名女子会不会就是四处躲藏的犯罪嫌疑人呢 当时我们考虑就说她是否还有同伙 而且那个带小孩子回去旅馆去 她的作案动机是出于什么 是不是要对这小孩只是加害啊 或者怎么样 或隐藏啊 或加害的这种 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有痛苦 带孩子回宾馆到底是什么拘星呢 而这个时候他们被告知说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 犯罪嫌疑人已经退房 离开了这堂 这个时候 侦察员是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了 他们立刻掉去了宾馆里的监控视频 要在第一时间确认孩子是不是和犯罪嫌疑人一起安全地离开了宾馆 当时她应该就一个人 没有发现到有其他人跟她接触 当时我们也没办法去排除是否还有其他同伙 因为她一个人选择这种时间点去作案 她小孩子要待到哪里去 是否有人跟她接头接应呢 这我没抓到嫌疑之前 我真的没办法确定 宾馆内部的监控视频显示 1月26号的15点45分 犯罪嫌疑人牵着萱萱的手 进入了宾馆直奔二楼 但是站在房间门口迟迟没有进去 随后犯罪嫌疑人让萱萱独自在房间的门口等着 自己下楼刷了房卡 而在工作人员刷房卡的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显示出了极其不耐烦的情绪 警方在没有任何其他线索的情况下 只能是通过一路寻找 有犯罪嫌疑人出现的视频监控 来抓住案件的进展 她带孩子来宾馆究竟要干什么 那下一步她要做出什么样的体动来呢 萱萱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正常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期待警方的解决 就发现了她的衣着 跟我们亲上看的那个嫌疑人 是一模一样的 同时也看到小孩子的声音也出现了 刚小孩子出现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完全能确定了这个女子 就是我们要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让侦察员意外的是 15点54分 犯罪嫌疑人独自一人走出了宾馆 这个时候呢 她的身上多出了一件红色外套 还一直是拿着手机 像是在打电话 6点23分 犯罪嫌疑人再次回到了宾馆的时候呢 她的左手上多了一个白色的袋子 15分钟之后 犯罪嫌疑人和萱萱同时来到了前台 这个时候她的手里多了一个大的行李箱 细心的民警还发现 萱萱脚上的鞋子 由之前的白色变成了蓝色 她就从宾馆里面 拉着个大的一个行李箱 带小男孩下来退房了 然后就带小男孩走了 她的整个变化 当时她神情还是比较自如的 据当时宾馆上班的那个前台人员说 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一个孩子被拐 那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毁灭 警方推断 犯罪嫌疑人独自一人带着小孩 同时呢还写有大件行李 这就意味着 她早就已经做好了离开深圳的准备 那么她究竟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 要知道在没有宣传的户口本 也无法提供孩子准确身份信息的情况下 乘坐飞机离开深圳 那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但是我们车重点呢 当时就放在火车 或者那个客运大巴上面 分几组人 部分去了那个附近的客运站 同时我们也查看了那个 当天离开深圳的一些列车 看有没有这个嫌疑人订了票 或者上了车的一些相关信息 根据这名嫌疑人 在宾馆入住的时候登记的个人信息 警方在第一时间 对他所用身份信息的真实性 在宾馆我们查过嫌疑人的一个入住登记身份 侦察员也怀疑他是否利用假身份入住 于是我们将嫌疑人入住的身份信息 在全国的身份人口信息里面 查出他的头像 经过对比与现场犯罪的这个女嫌疑人的头像是一致的 我们初步就能认定这个嫌疑人的身份是真实有效的 犯罪嫌疑人韦宝兰 女34岁 广汽人没有正当职业 经过进一步的筛查得知 韦宝兰并没有犯罪前科 深圳市一共有7座火车站 大大小小的客运站又有数十个 案发当天又恰逢春运最繁忙的时间点 想要在几十万的人流中找到犯罪嫌疑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想到孩子的安全和受害人的爷爷奶奶交集的心情 专案组决定立即把案情通报给各兄弟单位 请求他们的协助侦察尽快的破案 当我们查到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时候 铁路公安给我们反馈的信息 就是这个女子在当年下午6点来中 就坐上了从深圳开往湖北武昌站的一个直达列车 在深圳铁路公安处的大力配合之下 专案组的民警根据时间节点 对深圳罗湖火车站的监控视频 进行了筛查之后发现 犯罪嫌疑人的确购买了深圳到武昌的车票 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 侦察员不仅怀疑 韦宝兰的老家在广西 为什么会在临近除夕的时候 他买了去湖北武昌的车票呢 当时我们心里面都很有发疑 他是不是就有一个同伙 或者有个街头人 在湖北那边等着他 而另外一边 在铁路公安部门的配合下 专案组和列车上 陈警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被拐男孩的体貌特征信息 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资料 也终于在列车熄灯一小时之后 传到了C244列车的陈警长的手里 当时第一想法就是 要确保这个儿童男权 尽快把他成功平安地解决出来 这是我跟同事跟列车长最大的喜悦 赶在27号30团圆见面 重归父母的怀抱 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也是我们的目的 十万火急 陈警能否顺利找到嫌疑人踪迹 大约在两点多钟时 我和列车长在三号车厢 有所发现 不哭不闹 被拐儿童生命 是否已经受到威胁 12小时紧急解救 拍案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了 在临近大年30的日子里 三岁男童萱萱 被一个穿着绿色上衣的女子 给拐走了 萱萱的爷爷奶奶是心急如焚 而警方对犯对嫌疑人的调查 也停在了深圳火车站上 这个时候呢 Z244列车已经行驶到了 韶光的位置 究竟怎么样才是最好的 营救方案呢 在深圳铁路公安处的 大力配合之下 警方最终放弃了在途中 登车进行警力支援的计划 解救被拐孩子的重担 就这样落在了 Z244列车上 仅有的两名乘警的身上 由深圳发往湖北武汉 中间不停车 这给我们有一个有利的条件 嫌疑人不可能中途下车 离开这火车 根据这个情况以后 当时我们叫商店 通车都开始逐一车厢 一节一节地进行查找 重点控制在女性乘客 和带小孩的 1列火车 一共有15阶车厢 每个车厢里 都有数十号人混杂在其中 虽然在所有的旅客就寝之前 列车上的乘务员 已经按照规定 完成了换票工作 但是要想在数千名的旅客中 顺利找到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那么容易 根据地面传来的 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城警长在数千张车票中 很快找出了 犯罪嫌疑人的车票 车票上的信息显示 嫌疑人的铺位 是在3号车厢 16号的上铺 但是城警不能够排除 嫌疑人和其他人 交换铺位的可能 被拐男孩的安全情况 还不能确定 警方必须要冒着 打草惊蛇的风险 去嫌疑人所在的车厢 进行确认 大约在2点多钟的时候 我和列车长 在3号车厢有所发现 由于车厢的内部 光线很暗 贸然的开灯 可能会打草惊蛇 在列车长的协助之下 城警长徐健 来到了3号车厢 16号 可是到了之后 徐健发现 睡在那个铺位上的乘客 明显不是警方要找的人 嫌疑人应该是和别人换了铺位 但是当时我们打草他的地方 是在下坡 他当时正睡着下坡 那个3岁的小孩 就睡着他的身体肩膀靠里面 在微弱的光线下 城警长徐健 不敢百分百地确定 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 更何况 此刻的他还从别人 进行过位置交换 万一打草惊蛇了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城警长一边装作巡查的样子 在车厢里逗留 一边仔细地进行着比对 最终确定 这名女子和视频截图里的 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基本稳合 当时我们看着他的时候 他因为盖着被子 盖着被子以后 就录出来的 这个毛衣领子 跟那个图片上的颜色是一样的 但是脸那片小 最主要是他旁边就有一个小孩 1月27号的凌晨2点半左右 城警长及时地把情况 反馈给了专案组 听到了孩子和犯罪嫌疑人 都在列车上的消息之后 让所有人都是长输了一口气 如果要是孩子睡觉 我们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孩子会不会被麻醉了 或者是有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这个嫌疑人 对孩子如果进行了麻醉 这个剂量有多少 怎么样影响孩子 到以后的影响有多大 这些我们都不确定 城警长徐健立刻换上了便装 坐在了旁边过道的折叠椅上 仔细观察着孩子的情况 同时也对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暗中的监视 突然间睡眠中的萱萱 有一个转身踢被子的动作 看到了这一幕 徐健的挂念孩子被麻醉的心 也就放下了 毕竟以过小孩哭闹的话 犯罪嫌疑人很容易 就会为了防止小孩哭闹 引起别人的注意 它对小孩实施一定的伤害 所以这个后面也 也是一个不幸中的一个弯性 案件取得了重大突破 无论车上还是车下 武汉还是深圳 所有参战民警的心里 都在想的是 能不能在第一时间 把孩子解救出来 但是呢 专案组从实际情况出发 结合城警反馈的信息 进行了综合分析之后 决定暂时不能军动 这个犯罪嫌疑人 小孩就在那个嫌疑人的旁边 还是就得挨得太近 对吧 姐姐的话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因为晚上 她突然姐姐抓捕的话 可能会被小孩造成伤害 那我们就会不上心了 列车车厢的连接处 时不时地有冷风吹进来 而且寒意愈加地逼人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城警长徐健 一直坐在过道旁边 进行的监视 城警长通过对犯罪嫌疑人 所在三号车厢的列车员 走访之后得知 犯罪嫌疑人上车之后 并没有接触过 其他身份不明的人 列车上应该没有 犯罪嫌疑人的同伙 这个时候已经是 1月27号的凌晨三点 距离列车到达终点站 还有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考虑到列车上只有两名城警 专案组反复上脑之后认证 希望能够拿出一个 最稳妥的研究方案 因为列车 它是一个相对也丰富的方案 它的警力有限 像列车的工作人员 包括旅客中的军警人员 都是我们可利用的 那个治安力量 我们是尽量利用 把那个治安力量 用到最大方 无论是列车上的警务人员 还是在深圳公安局 焦急等待消息的民警 和受害者的家属 都是一夜未眠 随着时间流逝 列车即将到达终点 解救孩子的最佳时机 也马上就要出现了 那么解救的过程 会不会出现变数呢 我们是在列车即将停靠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女的也准备 带小孩子要准备 做好准备要下车了 列车也停稳了 安全有保障 眼看抓捕的时机 已经成熟 1月27号的早上6点 程警长徐健 在列车长的配合下 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 还有没有东西 没有啊 抓捕的同时 我们两个人控制嫌疑人 叫一个女列车员 进去迅速地 保持小孩安全 当冰冷的手铐 靠在手腕上之后 反对嫌疑人韦宝兰 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已经败落 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她呢 试图想正拨手铐的腹腹 可是沉重的镣铐 一旦靠上 就再也无法脱身 做错事的人 终归要承担后果 她当时神奇很恍惚 表情也很精确 手不停地挣扎 觉得很 不要靠我 不要靠我 这个时候列车 已经慢慢地 驶入武昌站内 早就已经在站台上 守护多时的增援警力 立即上车 和车上乘警会合 把犯罪嫌疑人 带下火车 押接到武昌站 站前排除所 并且在第一时间 将萱萱 被安全解救的消息 通知给了深圳警方 办理完交接手续之后 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押接回了深圳 经过审讯 犯罪嫌疑人 因为他们在拯救了 我不会越信越深 我现在只想对他 受害人家 要是说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有幸 在临近除夕的日子里 警方顺利地 用自己的力量 让一个即将 分崩离析的家庭 又圆满地团聚在了一起 但是留下的 依旧是关于拐脉 这样一个沉重 而又悲伤的话题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和罪行 不要再发生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由江西广播电视台 南昌华侨城 联合主办的 欢乐象湖玩兔音乐节 力邀灵魂音乐人 朴树席卷南昌象湖 12月2号 音乐一座城 让我们一起留下 2018南昌 最后一场音乐的美好记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再见 他当时站在这个 隔音护栏上 就是信号接往 这边的方向站一点 他还企图就是 站在上面取出自杀 轻轨站 内外交配 30万人出行受阻 谁来解决 整个站上面 站上面都是人 站上面都是人 越轨 他呀 明晚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